对中共来讲都永远不是问题 所谓的钱这个部分的论述 方老师你可以再讲更清楚一点吗 以你对共产党的了解 这个我可以讲一个十多年前的故事 这个故事某一个人 那么他这十多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YouTuber 那么台湾只有那几个电视台 他说台湾要选总统太容易了 他说只要有人拿出300亿来 他说这几个电视台还有报纸什么都 就差不多摆平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加十倍好不好 说3000亿 就可以摆平了媒体的 包括把自媒体也谈划进来 那么这个我觉得台湾人自己要检讨了 因为台湾人真的是对自己的国家的认识不够 台湾现在的这个GDP一年有7000多亿美金 那换成台币就是三兆多 那这个我们如果用任何 其实不要讲什么政治国家 就是拿任何一个企业 你说你看到隔壁有一家企业 说他你用他一年的营业额 他赚钱 你用他一年的营业额就可以拿到他的控股权 开玩笑 这个谁不做 太便宜了 你没有乘个10 没有乘个10 没有乘个20 这个太那个 那么这个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人自己 台湾人自己会有这种现象 台湾人自己要检讨 因为把自己的这个价值看得太低了 我觉得那其实这次的大选 目前台面上的人来看 也有类似的 也有类似用钱来解决 都觉得不是问题的 是吗 不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还是用 我还是用搞公司来做比喻 OKOK没问题 你说搞一个公司 就是三大经济要素 这个人才货 就是人财力钱 还有货 你卖什么东西 你是卖理念呢 还是卖什么东西 产品到底是什么 产品是什么 人才货 那现在如果说我既没有人 也没有货 那我只有钱 我只有财 没有货 你只是这个产品是完全没有东西 这个候选人没有治国理念 没有核心价值 看不出他治国方针 OK 那么这种呢 这种呢在 怎么讲呢 就是说 这种东西就是他在 真正登记之前 就是我 从以我的 用我的话来讲 就是一个 one click decision 就是手指一弹了 他就可以 就可以不做了 选跟不选 一念之间 都可能选 也可能不选 那当然有其他的目的 是 那就是说 当鱼与熊掌 不能兼得的时候 是 那么一定要丢掉一个 你可以说白一点吗 你现在举这个例子 是在 只类似像 郭台铭 当然是说郭先生了 当然 当然是说 郭台铭 当然是说郭先生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 鱼与熊掌 不能兼得的时候 能兼得 当然是最好 不能兼得的时候 是 他想要兼得什么 要放掉一个 当然就放掉 兼得一个什么 兼得在台湾的 政治影响力 不会 这个不会讲 那鱼与熊掌 你指的是什么 不会啊 台湾很 台湾很民主自由 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 是什么 连这个 就是不管是任何人 都可以在台湾过得 很自由 很言论开放 是啊 所以他 所以绝对不会是想 想的绝对不会是 台湾了 就是说那个利害关系 绝对 绝对不会是在 绝对不会是在台湾了 那究竟是什么 我想我也 我四年前 倒是写过一篇文章来分析 但是现在我已经 不想谈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不太 不太 不太重要 那我想请教 郭台铭 一您对 共产党的了解 像我最近 有朋友从中国回来 然后他们是 第一线 去接触到 国台办的人 那这些人 事实上对郭台铭 大批特批 大红特红 那有一方的说法说 郭台铭的参选 某种程度 是获得中国方面的背书 甚至说 嗯 就未来是 这个台湾 第一届的特首 等等 可是以 国台办 或者是中国 某种层级的这些人 是所表达出来的 其实对于这一号人物 不只很显然 这几年来 他没有一次前往中国 跟中国方面 是形成一个 不是说 相同有默契 哎 好啊 你在台湾 好好宣导 我们的理念啦 你好好去痛批啊 民进党那个贪腐啊 因为从郭台铭的治国理念 不只看不到 你的治国理念是什么 某种程度呢 他常常在讲 民主不能当饭吃 等于这场民主里头 好像透过你参举的方式 在摧毁台湾的民主自由 台湾从早期 从戒严时期到解严 从1987年解严之后 其实民主政治在台湾 一路走来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你今天可以 透过选举的方式 去完成你的梦想 不管你要服务这个国家 或做什么 但是相信之下 你对台湾的民主自由 应该是珍惜 但是没有 完全 好像台湾现在 所有2350万的老百姓 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是生活非常糟糕了 一片哀鸿遍野 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是吗 小军你刚才提到国台办 但是这里 必须重新再提醒一次 国台办在整个 中共的决策系统里 老早就是这样的 并不是因为习近平 上来才这样 是底层的底层 国台办是一个服务单位 它是一个驱工所好不好 是一个你去办 文件的驱工所 所以国台办的话 根本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 我们要 那像郭台铭呢 其实不止郭台铭 可能其他的人 我想他们得到的都 不是国台办的这个 OK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 这个怎么讲 鼓励了 一定是 当年的 或者现在的 某些 这个可以 可以 这个 一拍桌子 就把事情办成了 这个人的 这个 的 这个力量的 推力 那么 所以 那 所以中国人 怎么看郭台铭的参选 比如说 比如说郭先生 我完全听说 好不好 完全是听说 听说 一段期间 之前 比如说像 王岐山曾经 鼓励过他 参选 哦 好 那这个 当时以王岐山的显赫 是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 今天 习近平 鼓不鼓励他参选 Nobody knows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 所以我说 这个永远是一个 所以我说 他这是一个 凡是钱能解决问题的事情 都不是问题 这是一个 One click decision 他到时候 他说不选 就不选了 了不起是 了不起是 赔个90亿嘛 是 这个算什么呢 啊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我一直讲说 现代局都还不是局了 九月中也许可以看下去 也许可以说是 如果 一直到十一月 以一个企业家要并购 我一度要并购国民党 成为我唯一的候选人 不是侯友宜 是国民党征召我 他现在看起来有难度了 侯友宜不可能 所谓的 郭跟侯之间 我觉得不太可能 在金普聪出现之后 这种歧视鲜明 我的政党政治 我站到最后一刻 我都是要勇往直前 我不可能突然间 器械投降的 那这个部分 国民党要走自己的路 那郭台铭很显然 他要把目标转向 去并购 柯文哲 柯文哲也说 他要选到底 民众哪要走自己的路 三方势力的状况 底下 一客观环境 一个企业家会去想 那我的参选 我的成功力道 我的当选几率 其实是不高的 那我何苦来摘 要走这么一趟 所以有一方 当然看到这个态势里头 郭台铭在最终 因为很快 9月13号 你必须 如果 如果你必须要 透过联署的方式 你必须要 像中选会提出审警 成为被联署人 其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必须要表态 当然到最终 你联署成功之后 方老师特别提到的 这一号人物 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 他不会去登记 我不选了 也许他会想 我选不上 可是你会成为历史罪人 国民党的战犯 国民党因为你要裂解 国民党因为 没有办法 8年完成政党轮替 那个时候 郭台铭 在国民党 来源的支持者当中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种种的考量之后 印证一个不约儿童的方向 几率很高 郭台铭 自己有可能 不会参选的 是吗 是这样了 小军 这个我们人 都会面临 在人生的大决定的时候 都会面临两种情况 一种叫做 Now Now Or Later 现在 这一次 或者下一次 是 一种叫做 Now Or Never 这一次如果不做 就没有下一次了 很多女生不是 跟男生讲说 你要不要娶我 It's Now Or Never 你今天 你不说要 咱们就不用再 交往下去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 那么 我们看看 2020年的时候 比如说 赖清德先生 他最后选 他一开始的表态是 Now Or Never 跟小英 争的时候 争民进党内的初选 最后他改变了态度 变成Now Or Later 对不对 所以呢 2024 他就 Later就来了嘛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一次的台面上的 所有的人选 请问 Now Or Never 的人 是谁 有哪一个人 从年龄上 从他的背景上 从他上面 是柯文哲吗 不是 柯文哲今年64岁 他有民众党 他有个党 是 他今年如果政党票 再拿5% 他还有 他下一次还有 2028继续再选 对 他还有 甚至2032继续选 侯友宜回去做他的新北市长 是 对不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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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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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难道 民进党 难道 下一次就 没有机会了吗 那 那 所以 我觉得 唯一的 Now Or Never 的人 啊 是 郭先生 是 但是 这里 大家 现在 倾向于 因为他做出了很多动作 嗯 倾向于把他这个Now Or Never 解释 这个Never 解释成为 他要做总统 嗯哼 其实他这个Never 可能有 其他的 所指 哦 目标不是选总统 目标 就是说 他 拿下 我觉得他是有Multiple 三到五席的立委 他是有Multiple Multiple 哦 小军 我这里 我的看法是 不会是政治了 不会是政治 不会是政治 啊 不会是政治 那为的是什么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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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政治 因为 一个人 我这里 这个 是个人的判断 OK 因为我自己做 所谓的企业家 虽然不大 但是我也做了 三十年了 嗯 一个企业家 如果说 对国家 对社会 有 很深层次的 关心的话 他不可能 说 我三四十年 都在做企业 我根本不管政治 不管社会 我就是 怎么讲 专心做我的企业 不可能 他一定在 很早的时候 他就开始有 很多的 关心政治 关心 社会的动作 那像 郭先生这样子 就是说 从天上 跳下来 神仙下凡 说这么大的 一个企业 红海 他突然间 变成说 对政治 有兴趣 这件事情 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一定有 多重目标 multiple 他有多重目标 当然 说 从政总统 是他的 其中之一的目标 但是 这个做总统 也不叫做从政 你知道 小军 从政是我们要 怎么讲 已经有决心说 这一辈子 要贡献给政治了 什么什么 诸如此类 但是郭先生的 一句名言是 2020就讲了 2024又讲一次 他的一句 最有名的名言就是 老弟啊 先让大哥 做四年好不好 他没有 所以四年前 对韩国瑜说 现在继续对 侯友谊说 甚至对柯文哲说 那么 所以呢 他没有说要做 八年 十二年 十六年 是 我跟你讲 这个习近平是 真正有 政治 我不敢讲说 理想 就是commitment 就是有坚持性的人 他是要做一辈子的 他是 你民调比我低 凭什么老大哥 我这个小老弟要让给你 更何况 谁是老大哥都很难说 习近平当年没有跟 没有跟其他人 其他的 没有跟柏欣来讲说 先让大哥做四年好不好 所以他太天真的吧 你要从政 你基本上 对于很多政治事物的了解 根本不透彻 那我 我只能说他 就是说 郭先生他是有 多重 多重目标 那么这个 可能有 两个 三个 we don't know 我觉得你要参选 你有多重目标 那个都无所谓 因为本来每一个人 都为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梦想 而努力 那重点是说 站在一个民主政治当中 你的核心价值 有没有 我觉得从政的初衷 很简单 每一个政治人物的从政 都有自己的初心 这个初心是建立在 一个民主政治 我的参选 我怎么让国家社会 可以更好 我可以服务更多人 而不是说我的参选 我不习任何的方法 我就是要当选 我不择手段 要摧毁民主政治 就要当选 那这个是从政的初心吗 我是觉得郭先生 也不至于如此 但是呢 我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 我对台湾台面上 高级政治人物 就是说 就是不管哪一党 高级政治人物 他们的晚上 在睡觉之前 他脑子里在 就是这个担忧 是你我都不会有的担忧 哦 是啊 他们都会在想一件事情 万一有一天 老共占领了台湾 我会怎么样 他们会把我怎么样 万一有一天 老共倒台了 老习这个拜拜了 老美这个 对台湾的政治 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力了 我会怎么样 他们对我的看法会怎么样 我而不安全 都有 这一点是你我不会 我们没有去担心这些事 如果位居大位者 只想到自己 这个人还适合从政吗 这个人还适合位居这个大位吗 但是这是台湾的地缘因素 还有说目前的这个地缘现实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脑子里都会有这样的 都都都会有都会有这样的 都会有这样的 OK我们控制比尔哈大脑吗 他要以他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台湾的未来 我们当然无可控制 尊重他 然后呢 是 所以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话很快的 这个收回来 就是说 我觉得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主体性 就是真正是在台湾人民 自己相当一个一定比例的人民 我想这个至少要到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 就是台湾的人民 我一直讲要转大人了 或者不能做妈宝了 你要保卫你自己的土地 你自己的家乡 这个台湾的人民的主体性 真的才是台湾未来几百年的 立足的这个根本 我们如果把年轻一代 视为台湾那个新政治势力的话 方老师这边怎么看 年轻世代的一些政治伦理 跟人设关系 就问你怎么看 我是知道有很多 很重规重矩的人 比如说社会上这个专业人士 他很努力的学校读书 他也很努力 他现在看了很多这个台面上的 这个政治人物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有些是官二代 有些是富二代 有些是土豪二代 对不对 或者有人叫他黑二代 他们看的是很不顺眼 觉得说台湾的未来的政治 要垮台了 就是以前的老一辈的 虽然也有黑的 也有这个也有那个的 但是好像有某种伦理的存在 而现在新的一代 好像这个伦理 就是说没有 没有一个规则可言的 所以他们很担心台湾的未来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很不一样 我个人对台湾未来的政治 我觉得是充满了信心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政治 已经走到了一个 这个互相制衡的这个 互相制衡的这个地步 那么 我曾经 其实我曾经十年前 写过一篇文章 我一直到今天 我还是认为这是对的 就是我认为台湾的精神 我把它叫做平民三精神 什么叫平民三精神 就是一般的人平民 第一个叫做谁怕谁 台湾人没有人在怕谁的 谁都不怕谁 谁怕谁 但是第二个叫做 人不能欺负人 就台湾人很奇怪 你不要看他平常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在路上 你见到一个男人打女人 你看看很多人很多人就会 坚毅有为 就坚毅有为 人不能欺负人 第三个台湾因为长期受了各种殖民地的关系 这个从日本人 什么荷兰人日本人 西班牙 西班牙 然后到了国民党 这个殖民地 就台湾人已经是 永远不相信绝对权威 他永远要留一手 你知道 他税他要能够省一点 偷一点 他就偷一点 所以他有不安全感 他有不安全感 所以呢 谁怕谁 人不能相信人 不是人不能欺负人 永远不相信绝对权威 这三点就跟那个小军 就跟那个阿西摩夫 写那个机器人三原则 你知道 你这三个逻辑一扣起来 所有的民主自由法治的原则 都可以从这个平民三精神 里面推论出来 谁怕谁 这个就是自由嘛 对不对 但是人不能欺负人 这个就有法治了 人永远不能相信绝对的权威 这个就有权力的制衡了 所以所有权力 所有的民主自由法治的道理 都可以从我讲的 这个平民三精神里面 导演出来 而台湾的平民三精神 是存在于这个贪犯 存在于一般人身上的 所以我是觉得 只要假以时日 那么 让台湾现在的这个正二代 能够成熟起来 我是觉得希望很大 但是我这里我也必须向正二代 我要呼吁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至少要比你的爸爸 要进步一点 要进步一点 就是你的爸爸会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 把三百万不小心地留在高铁上了 就是说你爸爸很多做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做起来 你要这个心里要有顾忌了 就是说你这个 总要这个所谓在正派这件事情上面 总要比以前进步一些了 正二代的参选 在台湾的政参 尤其在今年还是所在多有 我相信不管你的上一辈 可能承袭是一个很丰沛的一个政治资源 或者是你的实力 或者是说因此留下一些包袱 对这正二代来参选来讲 都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必须 在最后谢谢范老师的同时 让观众们思考几个问题 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记忆 也许对很多的台湾选民来讲是模糊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模糊 台湾的自由民主从来不是从天而降 而是我们的前辈一步步律蓝驴 所争取出来的 今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 这个地方进行talk show 不管是real talk 争取对话 还是小军台湾press 过去在这个戒严时期 在党国统治的时代里头 我们的任何一篇报道都可能被撤稿 甚至这个报社被停刊 甚至这个总编辑负起责任 抓去关 甚至社长因此受到了威胁 那种种的这种恐吓 在过去在戒严时期太普遍了 台湾可以在解除戒严之后 在报警开放之后 我们不受过去的三家电视台两大报 过去三家电视台就是台式中式华式 过去早期的报纸只有中式跟联合 没有 报警在开放之后 余后春笋 那不只是三章了 这些一步一步走来步律蓝驴的过程里头 都告诉我民主自由走到台湾到现在 是多么不容易 可是我觉得每一次的选举 看到所有的候选人 你们所争的不是一个路线之争 你们争的是台湾跟中国之争 为什么 这是不是过去以来 我们的对国家意识的薄弱 我们对于公民意识非常的薄弱 照道理就是身处在台湾这块土地的国家的每一个国民 不应该要有认知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等到最后甚至要领导这个国家的人 可能你的国家跟我国家是不一样 你不觉得非常奇怪吗 如果你的国家不是台湾的话 那你选什么总统呢 也许这方面的思维 我们可以继续 最近我Real Talk也邀请到 李明勇 李明勇老师 他是一个诗人 他对台湾在这国民意识过于薄弱到底为什么 而公民意识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彰显 包括了李小峰老师 他们有一番精彩的对话 也许我们可以深入再讨 也谢谢范老师 谢谢 谢谢所有小薰台湾Press 所有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当然也希望所有观众朋友继续支持 小薰姐另外一个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 希望从这个节目里头 也许透过了蓝绿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视野 从中可以找到更多共同的价值 台湾毕竟很小 不希望每一次选举都陷入撕裂跟分歧 不是吗 我们再会了 拜拜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精力 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 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 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 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通过这个怎么讲 非正式的渠道 再次强调一层 甚至这种 假设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到台湾 更是也还没往复杂调一层 就是包括坚格权 也就是说 即使 有意外 他的战狼的口号 战狼的外交 或许 和战狼的外交 不会感到意外 就是他现在战狼的战狼外交 还是有意外 我想一点 我想一点 不许会为什么 好 对 优优独播剧场